好 我們來看一下人口跟環境負載力的部分 同學 早期呢 我們這個部分主要的那個重點是講人口 可是呢 現在因為我們是比較整合性的內容 所以我們把環境負載力也拿進來了 同學 人口相對於環境 其實哪裡人多 哪裡人少 不就環境負載力嗎 沒錯嘛 所以其實在這裡等於是把人跟環境做一個結合 好 讓大家知道其實我們是環境的一份子 所以我們人口在膨脹的過程中 人口在增加的過程中也要去考慮環境負載力 是否有超限利用 這個很重要 那以前我們都只有討論人口本身 比較沒有把重點放在人口跟環境的互動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呢 課綱改變成就是主要強調的是人地互動 人地互動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接著呢 人口成長的部分 我們一開始 要注意一下什麼東西呢 首先呢 自然增加率 自然增加率是出生減掉死亡 出生率減掉死亡率 兩個相減 然後減完之後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自然增加 對不對 那出生率等於什麼呢 一地某年出生人口除以該年的年終總人口 乘以千分之千 注意喔 我們是把那一年出生的人口除以全部 可是全部的總人口整年裡面 誒 每天都在增加對不對 那人口每天都在增加 那我們要用哪一個當作當年的人口呢 我們用的是年終 注意喔 這個年終是中間的中 也就是說6月30號 或者7月1號 在一年的正中間 那個時間點 那個時間點出現的人口數 統計出來的結果 當作這一年的總人口 好 然後呢 把某年的去除以他 乘以千分之千 然後呢 死亡也是 我們把一地某年的那個死亡人口 除以什麼 除以一樣是年終的總人口 然後呢 一樣乘以千分之千 同學 因為 因為大部分的人 都是活著的對不對 所以 出生的人數比例很低 死亡的人數比例也很低 所以我們才必須要用到千分比這個部分 因為 如果不用到千分比 那數字會有點太小 所以我們用千分比來形容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通常講 出生率高 死亡率高 就是千分之 千分之四五十 我們就覺得很高了喔 大家記得喔 如果今天出生率40% 那是一個很可怕的數字 所以我們都是千分之四五十很高 千分之十就很小 就這樣 所以 因為千分比的關係 所以 特別注意單位 特別注意單位 好 那出生率的種類呢 它總共包含了四種 包含了四種 第一種叫出出生率 出出生率 簡單講 它就是一個概略的 一個概略的 它只有什麼 它只有從那個出 出這個字來看 它是概略的 概略的 那出出生率的話呢 簡單講就是 因為我們統計的數據呢 其實沒有辦法 就是很明確的 很明確的就是 有一個數字說 喔 多少 那就不動了 所以我們只能一個大概 還有就是 出生的人口真的每個都會有紀錄嗎? 每個都會報戶口嗎? 不一定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出生率只能抓一個大概 不過呢 也是可以當作一個參考 因為如果你出生率變多或變少 那還是有差嘛 對不對 好 那它的定義是什麼呢? 每年每一千人當中的新生人口數 新生人口數 那這叫出出生率 那總和生育率的部分是指什麼呢? 在育齡期間 育齡期間 每個婦女呢 平均的生育子女數 每個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 育齡的話 同學 每個人的育齡一樣嗎? 不一樣 對不對 有人比較早 青春期 有人比較晚 更年期 對不對? 所以你的育齡時間不應該是一樣的嘛 對不對? 那有人可能到後來他有點狀況 他沒有辦法再生 他的育齡可能提前結束 對吧? 所以 總和生育率他在算的就是一輩子 每個婦女一輩子裡面 不管時間 一輩子裡面所能夠生育的子女數是多少 那可是 如果今天假設你要比一個固定的區間的話 那就要用下一個叫總體了 總體的生育率呢 它是一千名 十五到四十五歲 十五到四十五歲的婦女呢 所生的孩子的個數 每一千個裡面呢 在這個年齡層 所生的小孩個數有幾個 那他就用十五到四十五當作一個範圍 意思是你如果在十五歲以前生小孩 或者四十五歲以後生小孩 他會不算在這裡面 不過原則上總體跟總和呢 不會差太多 因為大部分生小孩的年齡呢 會借在十五到四十五之間 OK 只是因為剛剛有講 每個人的育齡長短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今天用一個固定的 固定的來討論 也許會比較有意義 因為並不是每個國家的人都會 都會活到很老 那有些國家的人會早婚 有些會晚婚 那如果你只有比什麼 只有比總和的話 那就變成說 比出來的子女個數呢 不見得會有討論的價值 因為畢竟每個人的那個年齡區間不太一樣 那如果用總體來討論的話 就可以研究 可以研究什麼呢 可以研究不同的發展的程度的國家 他的十五到四十五歲 生的小孩個數大概落在哪裡 先進的比較多還是比較少 落後的比較多還是比較少 就可以做比較 那還有一個是標準的出生率 同學標準出生率就是他要做一個比對 在年齡性別組成 年齡性別組成 他可以怎樣呢 他可以跟一個假設標準之間做一個比對 簡單講就是 我們可以去比說 那在台灣 在台灣一般的 一般的漢人 我們的那個小孩 生生育率的小孩是有多少呢 然後呢 原住民的族群有多少呢 比如說你可以研究在美國 美國的白人 白人他們的生育率有多少 然後呢 黑人有多少 拉丁裔有多少 這些其實都可以分族群 分性別 分年齡來討論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比較他的差別 好 比較他的差別 那前面的話 比較像在算的是全國的狀況 OK 但是標準出生率呢 就會去做一個比對 做一個比較 好 那影響出生率的因素很多 同學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是政府的鼓勵 或限制性的人口政策 好 人口政策 那政策會決定生的多生的少 只要那個政府推政策 推的很有力的話就可以了 比如說像最有名的 就是中國的一胎化政策 對吧 一胎化政策 他強制要求只能生一個 雖然說還是有一些沒有報戶口的人數 可是因為他的執行力還算可以 所以呢 他確實讓中國的人口總數 就沒有辦法那麼暴漲了 對不對 那有些人口政策實施的不是很很順利的 像其實印度也有實施 類似人口控制的政策 可是印度最後呢 就是不了了之 沒有人要配合 然後於是就就過了 那所以 所以政策必須要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去處理 那其實就有可能會控制 他要增加還是減少 然後還有影響出生率的因素 有另外一個叫什麼 現有的年齡性別組成結構 同學這個也很重要 如果這個國家都是男生 或者都是女生 只有單一性別 那他的出生率應該會比較沒有辦法那麼多 對不對 那還有就是如果這個國家他幾乎都是老人 或者小孩特別多 那出生率應該也還好 那最主要就是一個國家必須要一定比例的育齡人口 而且要盡可能的男女不要失衡 男女盡量差不多 那這樣的話呢 他的出生率呢 可能就會高一點 好 再來還有社會文化跟宗教信仰 特別是對避孕的看法 因為有些宗教是不能殺生的 所以他們就會直接影響到對避孕的看法 於是呢 這個就會影響到出生率 OK 所以有些必須要在婚後 婚後才可以受孕 那這樣的情況下 就每個國家就會出現出生率的差別了 好 然後另外婦女的文化水平越低的話呢 就會很早結婚 很早生小孩 生很多小孩 好 所以出生率也會是比較高的 那經濟發展水平越好的話 通常小孩個數會變少 會變少 可是呢 我們後來有研究發現呢 等到經濟發展水平到更高的時候呢 小孩又會再增加 好 因為最主要是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 你會有很長的段時間 好幾個世代你會覺得有壓力 那有壓力的話呢 他就會生小孩個數就會變少 但是如果到後期 當你的那個所得呢 高到一個很大的數字的時候 你賺的錢呢 已經可以輕鬆的解決你生活一切 好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其實你生小孩的個數就會回升 是不會升到很誇張的多 但至少不會很少 他會稍微回升一下下 好 所以經濟發展水準呢 如果拉到一個比較先進的國家的話呢 我們發現他是有增加的 微微增加的狀況 好 那貧窮程度也會影響 我們都以為說貧窮就會生很少小孩對不對 但其實貧窮程度比較嚴重的地區呢 他們會寄望的是多生一些小孩 可以分攤家計 我隨便生隨便養不用教育 然後到一定的年紀趕快去工作 所以在很多貧窮國家他反而生很多 就重點是擺在他們一定要趕快長大 然後趕快去賺錢 教育程度不重要 他們不會去投資在這個孩子的長遠的未來 他們只看到的是這些孩子趕快長大 到一定的年紀 六七歲七八歲去當童工趕快賺錢 所以貧窮程度有時候不是我們想的那樣 我們都覺得說很窮養不起 應該就生不出來嘛對不對 可是沒有 其實貧窮地區反而生的小孩個數是偏高的 好 再來還有一個是嬰幼兒的死亡率 嬰幼兒死亡率如果很高的話呢 出生率也會很高 同學 你可能會覺得這兩個相反對不對 其實不是喔 出生率是指說小朋友 嬰兒離開媽媽的肚子是活產嬰兒 出生之後是活的嬰兒 那就算出生率了 那嬰幼兒死亡率是指這個嬰兒呢 在一歲之前一歲之前夭折的比例 夭折的比例 如果一歲之前就夭折的話 那他就算在嬰幼兒的死亡率裡面 所以其實出生率跟嬰幼兒死亡率兩個沒有矛盾 通常嬰幼兒死亡率高的地方 因為小孩生出來不一定活得久 那所以呢都會生多一點 生多一點 然後呢預留一些比例讓他死掉 然後剩下的呢就可以健健康的長大 所以一般嬰幼兒死亡率偏高的地區呢 出生率也是大的 也是大的 OK 好那再來這張圖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這個是中國的狀況 中國的狀況 好那同學可以看一下中國的出生率偏高的地方 一般都落在哪裡 你看一下比較黑的 比較黑的就是什麼 像新疆 像西藏 像青海有沒有 這些地方都很黑 他就是出生率偏高的地方 然後再來呢 稍微比較沒有那麼黑的 像寧夏對不對 像雲南 像貴州有沒有 雲貴地區他也是什麼 他也是出生率偏高的狀況 然後呢 其他地區呢就比較淺了對不對 同學有沒有發現 其實出生率的高低跟什麼 跟經濟發展程度一定有關聯 經濟發展程度一般來講呢 跟出生率是成反比的 所以相對比較落後 比較偏僻的地方 他們會生比較多小孩 那還有相對比較先進的地區 會生比較少的小孩 OK 當然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中國有實施人口控制政策 然後呢 他的漢人居住區 跟少數民族居住區 其實他的限制不太一樣 這個多少也會影響到出生率的高低 不過一般來講呢 他這樣的空間分布是合理的 就是相對先進的地區 其實出生率是偏低的 同學可以看一下幾個直轄市有沒有 北京跟天津 還有上海 對不對 還有重慶有沒有 他四個直轄市 其實他的什麼出生率都偏低 都偏低 所以我們可以合理的知道說 那出生率跟經濟發展程度呢 一般來講就是乘反比 一般來講就是乘反比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死亡率的種類 死亡率 他有跟剛剛類似的部分 第一個叫出死亡率 出死亡率就是一個出略估計的 每一千人的死亡總數是多少 還有新生兒的死亡率 新生兒的死亡率是什麼 每一千個出生未滿一個月 未滿一個月的嬰兒或者胎死 就是一出生就死掉 或者在媽媽的肚子裡面就死掉了 這一些全部都算在新生兒的死亡率裡面 好 那新生兒的死亡率越高 就代表這個地方的醫療水準比較低 就代表這個地方應該是相對落後的 好 同樣的孕產婦的死亡率也是 好 孕產婦的死亡率呢 每十萬個死於生產過程中的死亡數 那這個一樣是先進跟落後的差別 對不對 先進地區的孕產婦死亡率不高 除非啦 除非有一些先天的疾病 或者有一些意外 不然正常來講呢 都OK 但是落後地區的孕產婦呢 他可能懷孕沒有問題 他可能慢慢的肚子變大沒有問題 可是呢 可是在接生的過程中 在生產的過程中可能會死掉 那這個部分呢 就會算在孕產婦的死亡率裡面 好 好那幼兒死亡率呢 這稍微大一點 同學 剛剛樓上是新生兒 幼兒是一歲 每一千個小於一歲的死亡數叫做幼兒 OK 所以我們會去統計的是未滿一個月死亡的比例 還有小於一歲死亡的比例 這些這些都算在出生率裡面 好 那標準死亡率或者特定年齡死亡率就是要去比較 對不對 我們可以在一個特定的區間去比較不同族群 好 不同的年齡層 不同的屬性的 各方面的人口 來來做一個比較 那就可以知道標準死亡率的部分 OK 好 那影響死亡率的因素很多 同學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是人口年齡 對不對 如果一個國家老人比例偏高 那死亡率應該蠻高的 因為其實到一定的年紀就準備好 就是逐漸要凋零了對不對 那如果一個地方都年輕人 那死亡率應該還好 應該還好 那還有營養水準 如果這個地方都是營養OK的話 那其實就是健健康的長大 可以活到一個預期的壽命對不對 如果營養水準太好 或者影響營水準太差的話 當一個國家充滿著胖子 當一個國家充滿著很飢餓的人口的時候 那死亡率就會開始出現 所以營養水準要記得 如果你今天吃太胖的 那種肥胖的病 那種富貴的病 其實它也會讓死亡率增加 好 那飲食跟居住所也是對不對 如果你有一個穩定的飲食 安全的居住所 那死亡率應該會下降 還有乾淨的飲用水也是 如果你每天都喝到不乾淨的水 像非洲 非洲常常有那種喝水 喝到嚴重的腹泻而死的狀況 那因為乾淨的飲用水可以確保 可以確保你可以 減少得到一些傳染病的機會 所以這個部分也會影響 同學其實第三個飲食跟第四個飲用水 它造成人口的死亡其實蠻多的 數字蠻大的 可是我們平常呢 比較會忽略的就這個部分 我們總是不在乎說飲食會影響 或者水會影響 其實這兩個影響的最多 好 那醫療水準也是一樣 醫療水準如果比較差的國家 你可能隨便一個病就可能會死掉 或者醫療舒適就死掉對不對 那如果醫療水準好的話呢 它有可能即便傳染病大流行 它都有可能會守得住 那這樣子的話呢 死亡率就會在一個控制的範圍內 傳染病的程度也是 如果今天傳染病一發不可收拾的話 糟了 那死亡率一定是節節上升的 那如果說今天傳染病的程度呢 它被控制在一個區域 它被隔離了 然後呢滴水不漏 那基本上防疫如果做得好 基本上它的死亡率應該是有辦法壓回去的 好 暴力犯罪程度也是一樣 如果一個地方常常出現暴力犯罪 那你可能莫名其妙走在路上就被打死了對不對 那這種的話死亡率就會偏高 衝突也是啊 戰爭或者衝突常發生的地方 就莫名其妙就會增加死亡率 醫生數量越多的地方呢 通常死亡率會下降 不過開發中國家因為很多醫生數量不夠 或者素質不夠 所以呢也間接會影響到死亡率哦 好氣候也是 同學 你覺得什麼氣候比較容易增加死亡率 太熱的地方 太冷的地方 還是溫溫的地方 熱帶溫帶寒帶 其實熱帶跟寒帶相對的容易 好 因為人類喜歡的是不要太冷 不要太熱 不要太乾 不要太濕的地方 所以幾個極端就很容易增加死亡率 太冷太乾太濕太太乾 太熱 太冷太熱太濕太乾 這幾個啊 都容易增加什麼 都容易增加死亡率 所以其實氣候盡量找適中的地方就可以了 適中的地方 好 那同樣的中國又來了 那你看一下中國的死亡率的話 其實都很低 其實都很低 千分之都是個位數 其實都很低 那在這麼多的低的情況下 你會發現相對高的是江蘇 相對高的是江蘇 然後其他的呢 就比他微微的低 你看其他都差不多 這一整片全部都差不多 好 然後再來呢 再低下去就是這些死亡率偏低 那死亡率偏低可以去討論 通常死亡率偏低 就是從剛剛討論的那幾個因素去想 因為每個地區的平均年齡不太一樣 還有他們的產業類型也不太一樣 那當然死亡率已經低到這樣的 我們就不用太需要去討論 因為其實死亡率7或者是6或者是5 其實沒有差太多 但是出生率剛剛那個有到好幾十的有沒有 那個就差蠻多的 所以全中國來講呢 他的死亡率目前是偏低的 但出生率呢 看低方 所以平均來講 他全國還落在人口轉型的第三階段 那如果等到出生率也能夠再降一些的話呢 就到第四階段了 OK 好 那這張圖是自然增加率 同學可以看一下 自然增加率會長得有點像常態分配的圖 一開始呢 出生率高死亡率高 所以兩個相減自然增加率很低 再來出生率 開始出現一個 就是一個變化囉 出生率他雖然說沒有太大變化 但他有點微微的降 微微的擺動的 那死亡率先降 死亡率大幅的降 出生率還是偏高的情況下 兩個中間的差距會越拉越大 好 過了這個頂峰之後呢 換出生率開始大幅下降 死亡率很低 但是出生率降 所以兩個的差距就越拉越近 越拉越近 越拉越近 最後呢出生率低死亡率低 就整個很低 對不對 所以出生率高死亡率高 出生率高死亡率降 出生率就開始降了死亡率低 再來出生率低死亡率低 就這樣 好 那全世界的自然增加率呢 你可以看一下 比較高的都落在哪裡 有沒有發現非洲偏高 非洲的出生率是偏高的對不對 出生前死亡是偏高的 那算出來自然增加率可怕的 未來非洲人一定會膨脹膨脹再膨脹 對不對 可是有些國家或地區 你看他反而是負的 好 反而是負的 主要在哪裡 主要是在歐洲 獨立國協這一帶 他們反而自然增加率是負的 所以長遠來看呢 他們人口會減少 好 會減少 OK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自然增加率的世界前10名 好 同學 不曉得你看不看得出來自然增加率前幾名都落在哪裡 我們可以找一下非洲國家有誰 好吧 利比亞 普隆地 對不對 然後呢 跳過阿富汗 西沙阿拉 跳過東地溫 尼日 再來是厄利特里亞 烏干達 烏干達 然後呢 甘果 再跳過巴勒斯坦 有沒有發現我們剛剛圈的這幾個 10個裡面呢 有7個 前10名哦 有7個都在哪裡 非洲 剩下的3個呢 阿富汗 東地溫跟誰 巴勒斯坦 都在亞洲 所以前10名的話 我們從觀念來記 好 非洲最多再來是亞洲 OK 好 非洲最多再來是亞洲 不用去記這些國家 因為這些國家隨時都會改變 好 名次有可能會跳來跳去 但是大概記得觀念 非洲一定是最多的 所以未來的人口呢 非洲會增加的很可怕 現在的非洲人有多少知道嗎 現在的非洲人大概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 意思是五個地球人就一個非洲人 未來這個數字會繼續膨脹 OK 所以你會發現人類平均的顏色會越來越黑 好 因為黑人的比重變大了 目前來看的話 中國人也占五分之一 印度人也占五分之一 可是中國人呢 接下來暴漲的程度沒有那麼大 印度會暴漲 非洲會狂暴漲 所以未來的話呢 自然增加率我們就可以很明顯的知道 非洲應該是很可怕的 會暴漲的地方 OK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人口成長 根據研究就是我剛剛講的 一個國家的HDI如果上升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就是很先進很先進的時候 我們發現生育率不會再下滑了 就是生的小孩呢會稍微變多了 所以並不是說經濟發展就會跟生育率成反比 而是到了最後經濟程度很好的時候 生育率還會再不跌反升 還會再稍微增加一下一下 好 那運用結合收入壽命跟教育程度 收入壽命跟教育程度 算出來的叫人類發展指數HDI 我們觀察37個最高度發展的國家 在1975到2005年之間的生育趨勢 然後呢這37個高度發展國家呢 其中HDI突破0.9門檻的26個國家裡面 有18個國家的生育率呢已經開始止跌回升了 同學0.9就代表非常先進 而且你看這比重26個超過的 有18個非常大的一個比例對不對 已經止跌回升了 那這項研究結果呢 基本上打破了生育率會隨著國家發展降低的觀念 原本我們認為都會降低 對不對很合理嘛 就加經濟壓力嘛 然後就沒辦法生太多小孩嘛 對不對養不起啊對不對 好但是我們後來發現 當你的收入突破了一個 突破了一個一個那個極限之後呢 就反而會上揚的 相反的呢 在非常先進的社會 生育率反而會隨著負育 跟教育程度的上揚 上揚 好那像北歐國家福利完善 甚至包括了免費的日間脫嬰制度 女性呢 就因此更無後顧之憂 因為他可以幫你解決脫嬰的問題 好那美國的女性薪水調漲到一定的程度 薪水調漲 也會讓他們開始怎樣 輕鬆的負擔托兒支出 那這樣就會開始生小孩 好那社會增加率怎麼算呢 社會增加率等於移入率減掉移出率 或者改成人口成長率減掉出生 再減掉死亡 好那移入率是什麼呢 就跟剛剛的出生率算法類似 只是他的分子換成一國 某地區年內的移入人口數 除以他的年終 OK所以就分子改一下 移入多少人除以全部 好移出率呢 就移出多少人除以全部 OK 那一樣是千分比 千分比 好再來這個圖同學可以看一下 就是小框框代表總人口數 大框框代表國家 好那所以出生率跟死亡率 這兩個箭頭在國內 移入率跟移出率 這兩個箭頭跨越國家 那指向總人口的是正的 所以出生率移入率是正的 指出去的是負的 所以死亡率移出率是負的 好那簡單講就是 如果今天沒有移入移出 那他就是封閉的 因為就只有國內自己出生死亡 如果有一入移出 那就是開放的 因為任何國家都一定有出生死亡 只是不一定有明顯的移入移出 所以這邊你可以看一下 人口成長包括什麼 社會增加加上自然增加 如果有社會增加就開放性 如果沒有就封閉性 好同學想想看 台灣是開放性還是封閉性 台灣答案是要分階段討論 我們有時候是開放的 有時候是封閉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這張圖呢 我們也稍微練習一下 好同學如果把出生死亡還有移入移出 按照類似數學的象限來畫的話 他會長成這個樣子 好自然增加就是就是出生 自然減少就是死亡 社會增加就是移入 社會減少就是移出 好那我們可以畫成這八個區塊 因為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他都一定是自然的增加減少 所以會有一個比較多 還有社會的增加減少也會有一個比較多 於是呢他就可以弄出來這八個區塊 假設你落在這個區塊的話 好那就代表什麼 自然增加大於社會增加 但兩個都增加 所以正正好這裡人口一定會暴增 這邊也是只是這裡的自然增加比較少 社會增加比較多 所以我們可以去分析每個國家 他到底是哪個多哪個少 好那最後是負負的 還是最後是正正的 還是最後一正一負 可以抵消的 好不一定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樣的向線圖來表示 這各種狀況 好各種狀況 好那再來 開放性的成長系統跟封閉性的差在哪裡呢 我們來看一下 開放性的話是人口成長受到自然增加率 跟社會增加率的影響 好那必要的條件呢 就是充分的遷徙自由 簡單講就是要能夠搬來搬去的 要能夠進進出出的 這樣才能夠才能夠有移入移出的可能性 對不對 好那樓下呢 封閉性的話 是人口成長受到自然增加率影響而已 沒有社會增加 全球的人口成長一定是封閉的 對不對 因為我們目前只能出國 我們目前很難出球 對不對 所以封閉性的部分是目前的狀況 好那台灣到底是開放還是封閉 要看時間 在最早的宜肯時期呢 那一定是開放 對不對 一定是開放 明朝清朝的時候 你們的祖先來到台灣 那鐵定是開放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在日治時代到戰後50年 除了民國38年是開放的之外 因為蔣宗正帶了一群人來 對不對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是比較封閉的 好 等到近年來呢 我們有跨國婚姻 還有國際移工 我們有變成開放的 因為跨國婚姻 你就會娶外國新娘 不一定是哪個國家 但是會娶進來 對不對 那就會增加 好那國際移工也會進來工作 對不對 所以在台灣 在台灣你近年來就要說是開放的 所以按照順序 我們是怎樣 先開放再封閉 然後再開放 OK 那如果把民國38年加進來的話 就特別注意 38年是開放 好是開放 好 OK 好 那這張圖的話是台灣過去 出生率跟死亡率的變化 同學可以看一下 首先呢 這三條線中間都有斷掉 同學這邊斷掉是因為沒有資料 因為這裡在打仗 這裡是二次世界大戰 OK 好 那出生率呢 在一開始呢 都是在千分之四十幾 一直到什麼 到後面這裡呢 戰後才開始逐漸的掉下來 對不對 那死亡率呢 其實在前面就已經下降了 但是還沒有到很低 對不對 那戰後呢 才真的變到非常的低的狀況 好 那原本呢 出生率跟死亡率有一個最大的差距呢 是落在大概1930年代 好 這時候是日治時期的後期 好 然後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 就會打架打架打架 打架 打到最後呢 戰後嬰兒潮出現了破紀錄的高峰 好 因為打仗結束之後呢 接下來呢 因為環境 這個環境裡面 負載力相對提高 對不對 因為人都死光了 所以就會開始瘋狂生小孩 好 所以戰後嬰兒潮這邊出生率爆增 但是死亡率呢 其實在日本奠定的基礎下 已經獲得控制 甚至還更下降 所以出生率創造的高峰 其實沒有比前面多到哪裡去 但是死亡率呢 比過去還要來得好很多 於是兩個的差距就出現了破紀錄 同學這個破紀錄叫什麼呢 就叫做戰後嬰兒潮 這是台灣 有史以來 我們的同一個年齡層裡面 人數最多的一屆 就在這個時候 大概落在1950年代 1950年代 那台灣現在的人口結構 主要就受到他們的影響 1950年代出生的人呢 台灣經濟起飛是靠他們的 但是人數多在經濟起飛是有貢獻的 但是現在他們的年齡呢 逐漸的進入老年喔 所以台灣的老化速度很快 也是因為這個年齡層 正在進入老年的部分 你看1950年出生的現在幾歲 是不是已經到六七十以上了 對不對 所以他們進入老年了 會讓老人老化速度就變得很明顯 對不對 但其實他們後面沒有那麼多人 就只有他們這 這前後幾屆是人數比較多的 OK 所以戰後嬰兒潮是一個 就是特例 因為一般來講 出生跟死亡的差距 只會有一次的最大 但因為戰爭的關係 釋放了人口壓力之後呢 又重新創了一個破紀錄的 OK 這看一看 好 那再來世界的人口成長呢 在工業革命以前 是以極緩慢的速度增加 非常慢 幾乎沒增加 你看這裡 這邊幾乎沒增加 很低很低很低 幾乎沒有對不對 好工業革命呢 就開始快速成長 這時候呢 是以開發國家為主的 好 那二次大戰後 人口倍增時間迅速縮短 這時候是靠誰呢 開發中國家在增加的 同學 人口倍增時間 就是人口增加一倍 變成原本的兩倍 需要幾年 好 那明明增加的人數很多 但是呢 年數開始縮減 就代表人口是暴增的狀況 所以我們這邊 主要是靠開發中的影響 那近年來人口成長率逐漸下降 但是人口總數仍然高居不下 為什麼 因為成長率下降 但終究還是正的啊 成長率10%也是成長 對不對 1%也是成長啊 0.1%也是成長啊 除非你沒有成長率 不然的話呢 成長率只是相較於前一年來看增加多少 那原本的那個人口總數 那個母數呢 除非他減少 不然的話呢 你只要是正的成長率 就一定比去年的還要來得多 OK 好 就是人數就會變多就對了 不管你的那個成長率是否下降 成長 就兩個條件 一個成長率變負的 一個是總數減少 不然的話呢 其實 其實你成長率下降 你的總數沒有那麼快 除非你降到變負的 總數已經達到0介值了 這個時候才有可能會再下降 好 那同學有沒有發現你看 人口的暴漲也不過就是最近 好最近的 最後的100年的事情 對不對 前面好像幾乎都沒增加 對不對 OK 所以很明顯的 都是靠現代有沒有 前面都沒有 那這個時候呢 經歷過幾件事情 讓人口克服之後才終於暴增 一開始是14世紀的黑死病 死掉了7500萬人 然後再來是大航海時代 空間就開始擴大了 然後再來工業革命的生產力提升 於是呢 這三件事情克服了之後呢 就直接飆升上來了 好 一直到今天的人口數量 好 OK 好 那再來同學 這邊我們可以看一下 人口的一些里程輩 一些里程輩 全世界人口在1804年的時候 達到10億 達到10億 然後到了1927年的時候呢 達到20億 從10億變20億 好就是增加一倍 變成原本的兩倍嘛 對不對 所以他的那個 倍時呢 就是123年 花了123年呢 從10億變成20億 好 好然後再來呢 他從20億變成40億呢 他花了幾年呢 32加15 就是47年 OK 那從40億到80億呢 又會花多少呢 同學可以稍微加一下 你會發現很可怕的是 我從10億變成20億 整整才差10億而已 我花了123年 可是20億到40億 雖然也是兩倍對不對 可是他整整他的差多了20億人口 他多了20億人口 他只花47年 前面只多10億 卻花1、2、3年 有沒有 所以代表人口增加速度是暴漲的 好 你看喔 你從40到80 雖然80億還沒到 40到80 你看就是四個十幾的數字嘛 這樣加一加大約40幾年嘛 他用的年數跟前面的47好像差不多對不對 可是前面的47年呢 他增加20億 這邊呢 也大概在40幾年呢 他增加了40億 所以有沒有繼續增加 有啊 我多了一倍 不是那個一點點的一倍 是那個20億的多一個變40億這麼多 對不對 那這樣比起來呢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增加速度真的很可怕 對吧 所以目前人口已經破70億了 沒有錯 但是呢 80億呢 也不久了 對不對 你看我們預估2025年是80億 現在距離2025是不是很快 對不對 再來在後面2043年就會有90億 同學2043年你也還在對不對 你想一下很可怕 那時候是90億囉 所以地球到底能夠裝到多少人呢 我們其實可以指日可待 目前很多專家預測的是 目前的地球狀況呢 最終應該只能撐91億 但是如果未來我們能夠繼續有突破的話 我們技術突破或者是有品種改良等等的基因改造 也許可以讓我們的90億再變大 可以再變大 目前以現在的狀況最多最多可以裝91億的人 OK 好 好那同學可以看一下這邊的變化 全球的人口從早期的不到1億不到10億不到10億 就暴漲到今天的今天的未來可能會到100億對不對 今天只有70幾億 同學有沒有發現其實主要是誰貢獻的 在1950以前其實是以開發貢獻的 以開發這邊增加的比較快 同學你可以仔細看一下開發中的人數總是比較多 沒有錯因為本來落後地區就比較多 然後他們的人數你看他的差距 這個寬度其實沒有明顯的變化對不對 反而是以開發的這個原本不多的 然後開始暴漲 暴漲暴漲暴漲到曾經一度差不多 對開發中以開發差不多對不對 好1950以後 1950以後你會發現很明顯的是什麼 他這邊開始 這邊開始暴漲了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增加的幅度就整個就擺脫了 就沒有讓以開發追上來的可能性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說1950是一個重要的分界 在他之前以開發的暴漲就決定了人口總數的變化 在他之後反而是開發中巨大的暴漲 這才是決定的關鍵喔 所以看清楚 1950絕對是考試的一個關鍵時間點 同學一定要記清楚 好那再來這個是1950以後 又來了你看 1950以後 所以這個圖一定是表示什麼 表示什麼 表示開發中國家暴漲 你看喔 全世界的人口 然後呢 開發中的人口 第三條線是已開發的人口 你有沒有發現已開發的人口幾乎都在一百千萬附近 對不對幾乎沒有變化對不對 所以代表全世界的人口為什麼繼續暴漲呢 誰造成的 就是開發中 你有沒有看到他們兩條平行線一路上去 對不對 而且沒有結束 沒有趨緩對不對 所以很明顯的看到這張圖 你只要發現開發中國家在暴漲 就代表他一定是1950以後的狀況 OK 好再來 再來 人口成長的速度有顯著的區域差異 開發中國家呢 每年增加8200萬人 已開發國家呢 只有增加150萬人 然後呢 開發中國家跟已開發國家的人口比例呢 其實算一算大概是4.13比1 4.13比1 所以在比例上來講呢 絕大部分的人都還是住在開發中國家 只有極少數的是在已開發 因為這個已經在1950之後拉開了 對不對 原本曾經一度追到差不多 現在拉開了 對不對 好 那各大洲的人口成長 同學可以大概看一下 全世界的人口主要都是在亞洲 所以亞洲一路暴漲 對不對 然後非洲的話呢 現在是到第二名的 非洲已經超越歐洲了 在第二名的部分 那未來中南美洲也有機會超越歐洲 OK 好然後在後面就是 北美洲跟大洋洲他們基本上不會變 基本上不會變 所以同學在排序的時候要注意一下就是 亞洲一定排第一 但增加速度比較快的是非洲跟中南美 歐洲呢一直在往下減 北美洲呢是微微上升 但是呢基本上不會增加太快 因為北美洲絕大部分是先進國家 對不對 好那大洋洲呢 這暫時還沒有發展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題目 題目列出人口數要你去選的話 好你可以先選最穩的就是亞洲最多 大洋洲最少 然後剩下的呢 就稍微分一下 非洲跟中南美在暴增 歐洲跟北美洲就 歐洲是微減 北美洲是微增 就這樣而已 好那我們這樣來挑就可以挑出他們分別是誰囉 好 OK